配合内政部经济事经济的条件 南市府警察局将于去行刑 辞任分局长和大队长的交集电力 这回台南市民事大变动 包括到新亚伯和马导定定10人的分局长 也还有行刀的大队长都总多人 市长要拿上后主持就交集的意识 感谢大家的辛劳付出 今次提出三点 不用来的心中心的东西 1.强力打击犯罪 维护市民治安有感 2.交通精准 科技职防 确保用户人安全 3.台南400 共襄盛举 因为今年是台南400 也是台湾灯会 等相关国家重大活动的举办 都在本市 因此对于交通的要求 我相信比以往有甚 那大家知道 在一个古都要把这个道路 以及停车空间 整断出来 需要加倍努力 但我们除了交通局同仁 公务局同仁 努力在这个道路屁建 停车场修建 以及道路整停 努力之外 对于违反交通规则 甚至酒驾 甚至独驾 等等的相关犯罪 我想 执法人员 则无旁贷 因此期待 各位同仁 在各自的辖区 以及交通大队 今天虽然没有交通大队长的更迭 但 我们还是需要 来对于交通秩序的维护 来努力来执法 还给市民一个 安全便捷的交通环境 因为台表市今年是台南四百 在了交通的问题之外 包括到独聘情 保护的犯罪 以及诈骗丁丁的议案问题 也要麻烦到警察当仁 到三天来以后 希望今年可以延伤 过期的好省境 让台南趋势进步 大致更加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彩虹报道